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这个视频的题目是,曾经在军队工作,办理绿卡和移民签证的注意事项,那我们新卫明律师事务所呢,为数千位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申请人取得了绿卡和各类签证的批准,包括各类非移民签证,工作签证,也有移民签证。 那么最近呢,我们收到更多的一些申请人的询问,就是说呢,我自己或者说我父母啊,或者有别的亲友,曾经在军队工作,这个对于我办理美国绿卡、S85或者移民签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那我们在这里呢,统一的给大家解答一下。 那在这个美国S85和移民签证的申请表上,他都有这样的专门的问题,问你是否曾经加入这个military这样的军事组织,以及呢,是否曾经接受过军事训练和武器训练。 那我们律所呢,有一些客户,比如说有来自韩国的,有来自新加坡的,这些地方呢,有全民的兵役的要求,那很多申请人呢,他都有这样的服役记录,那当然了,就需要回答yes。 然后呢,可以有一个简短的说明,有的时候一两段就可以,可以提到从某年月,我在军队里面工作,然后呢,这个是法律要求的,然后我在里面具体的,比如说有的人提到,他是军队里的医务人员,有的人提到他是宪兵,有的人提到他有别的职务,然后呢,他也曾经用过这个步枪或者手枪等等。 那么有一个简短的说明就可以,并不影响批准。 那当然了,这个坦率的说呢,对于来自中国的人,情况略有区别,我们知道呢,现在因为有这个国际形势,中美对立等等。 所以呢,那有的人在中国,他这个军队工作过,然后呢,转业以后,也是在一些其他的强力部门,公检法部门等等工作。 然后,那当然像这些人,那在体制内曾经工作,很多时候呢,也都曾经是党员。 那么,在办例S85,或者移民签证的时候,那么需要相应的解释说明。 对于党员情况呢,我们有其他的文章和视频。 那么这里呢,重点强调,比如说,曾经在军队,或者其他的强力部门工作,那么怎样来解释。 那对于在中国的人呢,那一般解释,你需要更稍微详细一点。 那在面谈的时候,一般也会问到,像这样的问题。 那你在解释的时候呢,可以相应加以注意,说明。 那比如说,你工作的这个unit,这个单位是哪里呀? 那你的职位名称是什么? 你的具体职责是什么? 你向谁汇报啊? 然后,那你有没有军衔? 那你这个汇报给的那个人,他有没有军衔等等。 那这个怎样来具体解释呢? 来看个人的情况。 比如说有一些人,说他在这个通信部门,这样的地方工作。 但是实际上呢,比如他可能只是做市场营销的,或者是后勤的,支持的,或者是办公室的文员方面的工作。 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有人做的是翻译,有人做的是教员,也有人是这个其他的,比如后勤保障等等。 那么也可以强调呢,我没有参加,比如说combat duty,像这样的。 那这个具体呢,可以描述一下个人做的工作的内容。 那有的人呢,他是这个军队的文职人员,这个叫civilian employee。 当然中国的文职人员呢,和美国的还略有区别。 比如说美国的呢,因为不同的系统,他这个文职人员可能一般就不穿军装。 中国的文职人员呢,虽然现在没有军衔,但是一般呢也要穿军装。 那另外呢,在军队工作,哪怕你在军销啊,医院啊等等。 那一般总也有一个在基层的,基本的连队的一个训练。 也有这样的武器训练。 比如说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军事训练,武器训练。 这个也不现实,也不可信。 那么根据实际情况,有一个说明就行了。 类似的,如果有的人呢,在公检法等等部门工作。 但是呢,他并没有亲自参与。 说专门是抓地下教会开会的,或者是别的像这种啊。 那没有这种行为。 那比如说,那他就是做的,有的人是交通警。 有的人呢,也是在这个派出所里面做文书工作啊等等。 像这些。 总之呢,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一个实际说明就可以。 那么,有的人说我曾经是学生啊。 我有这个军训,这个要不要包括呢? 那当然也因人而异。 那我讲一下我自己的情况。 我是北大1991年入学的。 那个时候呢,在1989年六四以后不久。 那个时候,北大的学生,本科生都被要求先有一年的军训的时间。 那像这样呢,当然也就有比较多的这个军事训练。 那如果要是现在填写呢,当然也要相应的说明。 但是过去呢,我记得,I-485表只有四页或者六页长。 现在I-485有多长呢? 有18页到20页这么长。 这个说明什么呢? 那现在呢,美国政府对于这个个人的背景情况,也有更多的问题要了解。 那所以呢,也有更多的详细的查询。 那这个怎样来应对呢? 那第一呢,要根据实际情况,要有一个说明。 对吧? 那我们不能建议呢,说隐瞒事实,或者说提供错误信息。 那这个呢,只会让情况更恶化,会造成更多的麻烦。 比如说本来能够简单的取得批准,或者取得豁免的。 因为他这个有意提供的错误的情况,所以反而造成更多的麻烦。 那第二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强调对自己有利的地方。 那一样呢,在这个军训呢,那比如说有的人他只有队列训练,没有武器训练。 对吧?那这个,呃,一样呢,在军队里工作呢,或者在其他的强力部门工作。 有的人呢,他并没有涉及到比如说迫害其他人,或者有违反人权的,或者说在第一线,有这个战斗的这种任务的,像这些。 那么也可以相应的解释。 具体来说呢,举一些例子。 我们律所有的客户,有在美国办I-485的,也有在中国办移民签证的,有亲属移民,也有职业移民,有在军队里面工作的,也有转业以后仍然在强力部门工作的。 那么在我们帮助他们准备了相应的解释说明以后呢,就顺利的取得了I-485或者移民签证的批准。 没有遇到问题。 但是我也听说过呢,有的人遇到问题以后联系我们,比如说,讲到他父母原来曾经是军队的干部,但是呢,隐瞒了这个事实,后来又被美国移民局发现。 然后呢,那后来在这个U-Advance Pro返回美国的时候,或者说在被移民签证的时候,或者在其他时候,遇到了这个有的麻烦。 有的时候呢,有的人讲的太随便,那这个过去讲的一字入宫门,九牛八不转。 这个呢,有的时候你一开始提供了一些错误的信息,或者对自己不利的这样的内容。 那过后呢,再要修改,可能就更难了。 所以呢,这个一开始还是要认真准备。 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情况,在中国很多人,尤其是过去嘛,可能在文革期间,已经在前后,因为军队呢,曾经是可能重要的一个招工的一个地方。 所以很多人呢,都曾经有在军队工作的经历。 这个呢,并不影响你的绿卡,或者移民签证的批准。 但是呢,你要事先准备好。 好,那我们这个视频呢,就讲到这里,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6. 5公里 Reality Electronic neben轮返型的田牧喂喂喂喂喂喂? 所以我已经放了一下子,转入器那些盈牌,所以转到园牌 educate대ly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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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reducesでき launched蓝牌。